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钻石手 我们还是会一如既往的为大家分享有价值的区块链项目 让大家不只是炒币 而是对项目本身有自己的认识 让我们也少被割韭菜 那如果你也不想错过区块链里面真正有价值的项目 你想了解这个币背后本身的项目价值的话 欢迎订阅和点赞我们的频道 同时如果你有想了解的一些项目的话 欢迎你也直接在屏幕下方做评论 那我们会选择一些有价值的项目来单独做讲解 大家好,今天我们跟大家介绍的这个项目叫做Splitter Lens 它是一个炼油 然后其实现在炼油还挺火的 然后有很多人关注 但是我们也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的很多炼油它都是以概念为主的 然后它可能游戏还没出来之前就各种搞预售 然后炒一波预期 然后先收割一部分费用 然后有的炼油它做出来之后 还要收一笔很高的门槛费 然后你才能去玩 我们觉得可能这不是一种好的一个运营方式 所以我们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 这款游戏是一个我们觉得真正可玩的一个游戏 然后但是并不代表说这个游戏 它未来一定会有很大甚至空间 但至少这个游戏它会让你以一个极低的一个门槛 让你去感受到一个区块链为游戏带来的价值 然后我们进入今天这个游戏的介绍叫做Splitter Lens 然后之后我们就简称SPS吧 SPS也是它的通证 不然它的名字太难念了 然后首先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游戏的一个基础机制 首先它是一个回合制的一个卡牌游戏 然后这个游戏它的灵感来自于万之牌和卢士传说 然后你只需要挑选就是你每局对战的英雄 以及对应的一个随从 然后按照它规定的一个需要消耗的一个叫mana的数量 然后组成你的一个每一局对战的一个阵型 然后如果你的这些随从站到最后 然后你就获得胜利 当然它如果有英雄和随从就会有很多属性 先跟大家简单从这个learn里面去介绍一下 一个是召唤师一个是随从 然后召唤师它一共是有6种属性 然后每一种属性它都会有一种技能的加持 或者是减少对方的一些技能点的东西 待会我会跟大家来一局真实的游戏 让大家感受一下 然后之后就是卡牌属性 卡牌属性这里非常多 然后最上面就是它的消耗的mana的数量 然后下面就是比如说这个是护盾 然后这个是它的血量 然后这个是攻击力 当然它有好几种攻击的情况 有这种物理攻击 或者是那种射程攻击 或者是魔法攻击 然后这个是它的速度 刚才说了这是一种就是卡牌游戏 但是卡牌游戏一出来 肯定你就会有涉及到站位的一个区别 那站位完了之后 哪个怪先攻击 其实是很大概率是由这个速度来决定的 然后下面是它的名字等级 以及这个怪它的技能点 然后每个怪 就是它可能都会有一到两个 甚至更多的技能点 然后下面是 这些技能点 然后我们数了下 一共是有55种技能 就是光在随从上的技能 就55种 怎么说呢 就是你的技能越多 当然这个游戏的可玩性 它的策略性就会越强 但是同时它的上手蓝度 也会相对高了一点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新手 其实很多技能 你暂时用不上了 它只有到后面才会用上 这是随从方面 然后刚才说了就是 你可能会有前排后排 然后会有先发后发 然后总共呢 一局对战里面 你可以有一个英雄 然后同时呢 你可以最多 可以有6个随从 然后6个随从呢 分别有1到6的站位 然后呢 排在第一位的 一般就是最先被受到攻击的 然后一般来讲 你可能会按照一个坦克比较合适 然后到后面呢 可能越到后面 就是越到后攻击的 当然有的技能 有的随从啊 它有技能 比如说它可以直接攻击最后那一排这种 但这就涉及到具体游戏策略了 就不做那个更细的一个分析了 呃 然后其实这个游戏 大致就是这些东西 那我们通过一局实操的一个游戏 来跟大家个直观的认识 好 我们点这个battle 然后在这里就能够battle 然后呢 我们先匹配一下 希望这一句不要输 然后这个游戏 其实前段时间 它经常各种 呃 服务器掉线啥的 然后最近可能相对好了一点 好 然后一局游戏开始的时候呢 你会先看到一个对战的一个详情 这是你的对手的情况 这是他的现代经验 然后呢 这是他以前用的那些怪 以及他的那个选择英雄 然后你可以根据这个来挑选 就是自己这一局当中可以用哪个英雄 或者是用哪个排名不正好一点 这个呢 就是mana 总的一个那个消耗量 然后因为我现在在做任务 所以我会选择就是death这个英雄 然后那这里就是你要先选一个英雄 ok 然后呢我现在先选一个death这个种族的英雄 然后呢我现在总共有20个那个mana 然后选英雄已经用了三个了 所以我现在还剩17个 我要用这17个来做一个 嗯 卡组 一般来讲呢 可能我自己可能偏向于 嗯 这样的一个卡组吧 好 这里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你可以在这里快速筛选他mana cost 挑选出对应消耗的那个怪来 然后这里呢 就是刚才跟大家说的有三种类型的攻击 一个就是近战攻击 一个是远程攻击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魔法伤害 然后这边呢就是我的英雄 以及我挑选的怪 然后呢我可以罗动一下顺序 因为这个是从1到6来去排序的 然后呢 比如说这个它是具有治疗属性的 然后通常它有血更多 所以我我会把它排到前面去 然后更细的就不用再讲了 然后我们可以大致就按照这样一个 哎 少了一个怪呢 大致要这样一个顺序来去开始这局对战 好 然后这是我的五个怪 他选了他一共选了这么多个 他一共六个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 然后最开始呢 我的英雄技能是让他几个分析 开始加一个魔法 然后我这儿 全身一个怪还有技能 然后你也可以加速 但你如果不想看 你可以直接看到这个结果 好 然后结果就不死 那他就赢了 好 然后每一局赢的人呢 他可能都会获得一个DEC 这个后面再跟大家做详细介绍 好 然后这就是一局游戏的一个完整过程 然后呢 我们总结了一下 跟大家看一下 就是 呃 我们觉得这个游戏里面 可能他总共就是你看四个部分就行了 第一呢 就是你需要先了解游戏卡牌的特性 和他相互的一个克制关系 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呢 就是你要按照一个游戏的总体 它的费用的总量 就是那个mana cost 然后去合理的选择自己的一个套牌组合 然后呢 再根据你的英雄和你的随从 去进行排兵布阵 然后呢 最后就是因为每一次比赛都会有很多的特性嘛 然后你再根据不同比赛 然后调整自己的那些卡牌组合 然后呢 整体就是这样一个游戏的规则 然后呢 你后面获胜的越多 然后你的成就感和收益也就越高 好 然后这只是其中一个部分 然后呢 刚才给大家看的就是核心的一个对战系统 然后呢 它以这个回合制卡牌游戏为核心 然后延伸出来呢 还有工会的玩法 就是呢 你可以自己加入一个工会 然后呢 在工会里面一起去战斗 然后之后呢 你就可以享受这个工会 它因为排名也很高 然后战绩不错 然后这样获得一定的一个收益 当然工会加入并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你首先自己能力要过瘾 然后这个工会又愿意收留你这样 然后呢 除了工会呢 它还有一个赛事的一个系统 那官方呢 或者是玩家 它都可以在这里创建一个赛事 然后呢 设置一定的奖励 同时呢 也有一定的入场费 然后呢 你只要在这个入场费里面去玩 玩完之后呢 然后它会根据你的排名 然后讲给你一定的收益 然后这就是这个游戏 基本上核心的一个东西了 就是从玩法上 就是你可以刚才看到一个对战 然后同时呢 你可以通过工会 以及刚才的赛事 然后在这个游戏里面 有更多的跟玩家一起玩的 这样一个部分 当然从我们角度来看 就是 这SPS它的游戏的机制和玩法 其实 已经基本上达到了一个卡牌游戏 应该有的标准 但是在美术和动效 包括其实刚才有跟大家讲到 就是这个游戏 因为最近 玩家的这个注册和那个活跃度有提高 所以它的 呃 服务器经常会down掉 所以它在研发上 可能都还远远的比不上像我们比较熟悉的卢士传说 或者 万质牌 这种级别的游戏啊 有更多的火花 呃 我们这里也跟大家做了一个图的一个总结 呃 先给大家简单看一下 就是 呃 其实它的里面的很多的功能 都是基于区块链去实现的 包括就是 待会我会跟大家讲到 就是它里面有土地购买 然后包括里面有 它很有亮点的卡牌的购买 一些卡牌的租赁 那其实都是它本身在游戏的基础的一个 呃 系统之上 然后再加上区块链本身的一个确权的这样一个作用 以及智能合约的这样一个作用 然后去让它完成了这个游戏更多潜力的一个发挥 呃 先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在这个游戏里面 刚才我们去的是battle这个地方 同时它有一个游戏市场 好 在这个游戏市场里面你能看到很多卡牌 然后呢 这些卡牌都是你可以直接去购买的 因为你如果越往后走 你可能越需要一些比较高质量的卡牌 而这些高质量的卡牌呢 你很多时候可能像传统的一些 比如说来讲 你可能就是买更多的卡包嘛 然后或者是做游戏的任务 或者是你分解以前的那些你不要的卡 然后合成一个新卡 但是呢 这个它还可以直接去那个游戏市场里面去购买卡牌啊 然后同时呢 你也可以在这里去租赁卡 这是sell 然后这个是rental 你也可以租赁卡牌 租赁卡牌按照多少钱 一天这样的规则来去租 那同时呢 你既然可以租可以买 你也可以卖 以及租给别人 所以呢 如果你比如说你自己有卡牌啊 然后按照我自己拥有的这部分来看 然后呢 我也可以把这个卡牌 然后选择把它租赁出去 在这里 然后你可以拿它去sell 或者是rent 都是可以的 然后这样的机制呢 其实是很好的去激活了这个游戏卡牌的一个流动性 其实也增加了这个游戏更多的一个玩法 而且假设啊 如果你足够幸运啊 你拿到一个就是非常稀有的卡牌 其实你的收益是会非常高的 比如像这张卡牌 它就卖了七千美金 就是几万块人民币吧 其实这是一个 如果你运气够好的话 这是一个收益还不错的一个事情 然后呢 这是它做的第一个比较好的事情 就是它结合区块链做了一个 自由的一个卡牌的一个交易和租赁的市场 这是其实是很难得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 另外一个就是它本身除了卡牌这个游戏之外呢 它还在做土地相关的事情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其实是2020年 就是去年的10月份发的 然后呢 它的土地售卖是在那个去年的11月开始的 然后这是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在原有的刚才的这种卡牌对战的一个记录之上呢 它开发了一个土地扩张的一个游戏模式 那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这个土地扩张的一个模式 是在那个原有的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游戏模式基础上的一个新的模式 然后呢 它的区别有两个主要的地方 第一个是 你有了土地之后呢 它一共有不同类型的土地 然后呢 不同类型的土地呢 它会有不同的一些功能 然后呢 这些不同功能呢 能够让你打造出不同类型的卡牌 那这些卡牌呢 不是你在买卡包 或者是在做任务里面都能搞出来的 它只有在这个模式之下 拥有土地才能把这些卡牌打造出来 而这些卡牌也只能在这个模式下去使用 然后这是它的第一个不同点 但它也是有意思的一个点 就是以前我们比如说买一个NFT 或者买一个土地 你只是买在那里做一个储存的价值嘛 但其实这个东西呢 它除了储存之外 你还可以拿它来用 然后这是第一个点啊 然后第二个点呢 就是在这个模式之下呢 相比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对战的那个情况 在有些对战之前 你还能够做一个小的一个调整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 比如说我要去打 要去开始一场游戏 那我提前知道了那个对手的一个情况 然后开始排兵布阵 然后最后就看着这个游戏就开始打了 最终其实结果就是后面算法 它已经早就知道了 但是呢 在刚才这种模式之下呢 你在看到对手的卡牌之后 你还可以有一点时间去再次调整你的一个卡组 这个是呃 区别刚才的这种模式的一个玩法 然后呢 这个就是它基于区块链上去做的两个 比较好的一个延伸 一个是刚才说的一个交易市场 另外一个呢 就是它的一个新的一个土地的NFT的玩法 然后这个土地再多说一嘴吧 就是呃 这个土地呢是那个去年11月开始卖的嘛 然后呢 原来的最开始售卖的时候 它是按照10多20美金来去卖的 然后呢在那个11 12月的时候已经卖完了 很快就卖完了 然后现在呢你可以在二级市场上买的 二级市场呢 现在价格是200美金 然后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新的一波土地收买 然后呃 我们在它的社区里面去摸底了一下 据说是在9月或者10月会有新的一波土地收买 然后那个时候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好吧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跟大家讲的就是 你拥有了土地之后 其实因为它现在开启了那个空头 所以你拥有土地之后也能领到更多的空头 好 然后这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游戏啊 它在基础的一个卡牌游戏基础上 然后相比传统的游戏来讲 它更有趣的这种交易市场和土地玩法的一个 一个点嘛 然后我们觉得这都是这个游戏做的还不错的两个地方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 就是我们为什么就是选择跟大家去介绍这个游戏 嗯 还有一个点就是在于我们近期发现它的数据其实还不错 那如何去评估一个游戏的数据是好或者坏呢 我们一般就是会从这个游戏它的拉新的一个情况 以及它促活的情况 以及它的一个收入情况来看 然后先从它的一个用户的情况来看 就是也是在那个前几天 它自己发了一个数据啊 然后这个数据有展示它现在一个就是用户的一个情况 呃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就是这个数据呢反映的是它的一个玩家的注册量 相比于7月来讲它每天只有500个注册量 到现在8月份它每天就会有5000个注册量 然后到目前为止它的总多用户量已经达到了20万 然后也就是说它现在8月份开始它每天的用户注册量 已经是原来的一个10倍的增长 所以这个用户量从我们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增长趋势 然后这是它用户量的一个基础 然后另外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用户的活跃度的一个情况 呃在这个 DPP的这个网站上 现在可以看到就是 现在Splinterlands它的一个24小时的用户啊 已经是37000多了 然后现在是整体来看是排第3的 也是这前5个游戏里面增长最快的 然后这是一方面 然后另外其实 呃在它的有一个dashboard上 你也能看到就是现在它每天的一个用户量是个什么情况 然后刚才有看到比如说7月份的时候 它一直是比如说1万多这样一个呃用户量 到现在的8月份呢 它基本上每天都是4万多 而且一直在做一个平稳增长的一个趋势 然后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它的用户活跃量也还是不错的 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看它收入 呃刚才没有跟大家讲到一个点就是 呃其实任何一个人来玩 他都可以免费去玩这个游戏啊 但是像刚才我跟大家说的 我为了做任务 然后去玩那个死亡种族的一个卡牌 然后这个任务呢 其实是你需要买它的一个类似于任务之书 然后你才能那个开启的 那任务之书呢 就是呃你如果想就是更多的体验到这个游戏 或者说更多的去在这个游戏里面有收益 你是可能必须要去买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它的售价是10美元一个 呃在这个文章里面 它也揭示了就是它现在这个spillbook一个卖的一个情况 呃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对在这个地方 然后可以看到就是它这里有写到就是 呃从它的2018年5月开始到现在 总共到今年6月份这个时间 它总共才卖了25000本的这个spillbooks 然后现在呢它8月份一天的这个量啊 就是它8月第一天一天的售卖这个量 就已经超过了整个6月的售卖一个量 然后现在它总共的spillbooks已经达到了5万本 那这是它的收入方面做的还不错的 然后后面呢会跟大家再详细分析一下 它在dpp上的一个数据 然后我们会更多的看到就是很多玩家都愿意在这个游戏里面去付费的 所以我们从这三个数据啊 就是从它的一个呃用户的一个注册量 以及它用户活跃度 以及它的这个spillbook的一个售卖的一个量 都能看出来就是它不管是从用户的一个增量 它的活跃度 以及从它的那个spillbook的一个收入的一个情况来看 它的基本盘都还是不错的 但基本盘还涉及它的那个投资团队 以及它的一些创产团队 它创产团队都是公开的 另外呢它这个投资团队也还是不错的 然后呢你们也可以在那个 经济财经上去查一下相关讯息也能看到 那同时呢它也是YGG的一个合作伙伴 当然一个量影的数据可能是很多种因素的一个综合表现啊 比如说这个游戏它本身具备可玩性 或是练游现在本身就很火爆 以及可能是它有play tour的模型 然后让更多玩家来去玩这个游戏等等 但是呢sps相比其他的游戏啊 我们还是有我们还是觉得有两个很值得关注的地方 然后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第一个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游戏它本身是这个团队啊 是本身很具备这个运营能力的 另外一个呢就是呃因为它是个卡牌游戏嘛 然后卡牌游戏呢它能不能够因为区块链而出圈 然后给这个游戏或者给这个行业带来更多的价值 那关于运营方面呢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它的一个经济模型的一个情况 首先呢这个游戏能够看到这上面有三个三个交换媒介吧 首先第一个呢这个东西呢叫credits 然后呢这个东西呢它是用于可以在游戏中购买一些土地以及卡包的 然后呢第二个东西呢叫黑暗能量水晶 然后呢这个东西呢它也是可以在游戏里面去购买各种土地和卡包的 同时呢有一些限定的卡包或者是皮肤 你是只能用DEC来去购买的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SPS 然后SPS呢是这个游戏的一个治理通证 然后呢在这个游戏中它本身没有一些直接的作用 但是呢你可以用这个SPS去质押获得收益 同时呢你也可以在之后拿SPS做投票 然后同时呢据就是它的白笔书上说的就是你持有SPS的话 在你比如说你买了卡包在开包的时候 可能你开包完之后这个卡片质量会根据你 比如说持有SPS越多 可能它质量就有更高的可能性 好然后说完这些呢就是可能有同学会问啊 就是既然这里面既有这个credits能够买各种卡包和土地 DEC有能买那为啥不只用DEC呢 这个我觉得是他们做的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因为这个游戏目前来看是很多海外的人在玩 然后呢在这里你买DEC你是可以 哦不是你买这个credits 你是可以只用PayPal用美金去买 然后呢我们都知道就是玩游戏嘛 就需要呃信你去课金嘛 这是一个就是很方便你课金的一个方式 但你也可以用你的crypto去买 但是呢你看DEC呢它就只能用crypto去买 它就不能用刚才的这种方式去买 所以其实我们觉得这个地方是它第一个运营能力的体现 就是可能现在交易量比较大 或者想交易的玩家比较多 所以它就开通了就用PayPal的方式去购买游戏里面一些补地啊 或者是卡包的一些通道 然后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呢刚才有跟大家说的就是你玩完一局游戏之后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局游戏吧 然后呢这个游戏它就是你以前的所有对战 你都能够在自己的dashboard里面看 然后不断的去复补运营 让自己提高相应的一个以后的一个对战能力 好我们这里就不再展示这个游戏了 我们直接看最后的一个界面 好比如说现在我赢了 因为这我刚才也跟大家讲的 就是你说过的一个黑色水晶 就是刚才说的DEC 那你每一局赢了之后呢都能获得对应的DEC 然后呢因为你每局比赛都可能赢嘛 然后你都会获得DEC 所以呢就会持续的让一个玩家玩下去 然后这是它其实促活的一个方式啊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 我们能看到这上面有一个capture rate 就是你每天都会有一个补获率 那这个补获率现在94.26%啊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刚才你能看到就是我的DEC是一点几嘛 然后呢你每多玩一局游戏 你所获得的DEC都要乘以这个比例 比如说你本来玩一局游戏 你应该获得两个DEC啊 然后假如说这个capture rate 它变成了50% 可能你一局玩完之后 你只能有一个DEC的收获了 然后本身来讲 其实这可能就像一个防尘谜系统吧 就是你玩的越多 你获得DEC的数量就可能会越低 就是一个防尘谜的一个机制吧 但同时呢这个游戏它还有一个点在于 它还为玩家设的一个等级 你们可以看到现在我是一个青铜3的一个等级啊 然后同时呢它总共分好几个等级 有青铜白银黄金等等 跟传统游戏都一样 然后呢这个等级有啥用呢 你每一个等级都可能对应了不同的奖励 比如说我现在青铜3 那我之后这个赛集结束之后我只能拿到5张卡牌 越往上走我的奖励的那个东西就会越多 那同时呢你能看到我右边有个lock 就是我现在玩不了就是青铜2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卡牌的能量不够 那什么卡牌能量呢 就是刚才我们玩一起的时候有很多卡牌 那你只有不断的就是积累更多的卡牌 你的卡牌能量才能够到青铜2 然后呢你才能去解锁青铜2的奖励 它在等级提升的基础之上 多了一层就是卡牌质量的一个限制 那一方面来讲呢 就是它可以说是对一种玩家体验的保护 就是你只能在就是青铜3这些人里面玩嘛 那你就不会被掠得很惨 那另外一个呢 其实它也是能够让你就是课金的一个另一个手段 所以这也是我们觉得它在运营上做的还比较不错的一个地方 当然你不课金也是能玩的 就是你可能一直就可以在这个青铜3这个段位在这不断的获得一些DEC 或者是获得一些奖励 当然可能你没办法去体验到更多的游戏策略的地方 但它这个不课金就能玩这个游戏 并且基本上能体验到这个游戏全貌 这其实是这个游戏值得撑到一个地方 我们回看比如说像我们说是网络游戏啊 不是像那个GTA这种一次性购买的游戏 像这种网络游戏啊 其实我们已经就是经过前面比较火的一些游戏 其实已经能够证明啊 就是你先用一个比较低的门槛去吸引玩家的进入 然后呢通过运营把玩家留住 最后呢再通过你自己本身的一些游戏机制 去激发一个人性的欲望 然后最终让这个玩家课金 可能才是让这个游戏能够长久的 获得一个收益的一种游戏逻辑啊 所以在这种逻辑上 其实Speedland它是成立的 然后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运营上吧 在我们的认知里面它是还不错的 但如果你有你自己的看法 也欢迎在屏幕下方跟我们一起讨论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可以再谈谈这个游戏天花板的问题 因为卡牌游戏呢 一直都会被认为是一种小众游戏 但其实这个小众只是在跟同行去的对比啊 我们去看呢就是2021年 就是卢士传说去发布的 它去年的一个玩家情况 它整体的玩家的一个活跃 活跃数量呢是达到了2300多万 虽然说这个数据相比于 可能像英雄联盟呀 或者其他一些游戏 还是差距蛮大的 但是呢你要知道像现在的练游 像这个Speedlands 它现在只有20万的这个注册用户啊 所以其实它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空间呢 然后呢这是它在卡牌游戏里面去的对比 然后同时我们也看了一下它跟这个阿系的一个数据对比 然后这是我们刚才看的Speedlands 有个很有意思的点在于说 我们能够看到在这个24小时的一个区间里面 它的用户数是3万多 然后它的交易比数啊 这不是交易的那个总额啊 是交易比数 是有360多万个 同样我们来看一下阿系 然后阿系24个小时呢 它是3万多的一个用户 然后同时呢 它的交易比数只有4万多 所以从它的用户量和交易比数来看 这个数据其实是比阿系要好的 但是呢我们这里也不能忽略一个事实 就比如说阿系它现在24小时的交易额 已经达到了400多万 但是反过头来看这个SPS 它的交易额其实只有9万多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虽然说SPS它的游戏的玩家数 现在增长得比较快 以及里面付费的玩家也比较多 但是呢SPS里面游戏资产的价值 现在还远远不如阿系的 但关于这个链上资产 我们觉得可能一个链上资产的价值 其实它很大部分取决于 人们对它的一个共识 也就是玩家对它一个共识 而这个玩家共识的大小程度 就源于玩家本身的一个数量 以及玩家对它的认可度 可能也是因为自信 或者是因为这个游戏 想留下一些真正的玩家吧 就是呢SPS它其实现在的机制 是让每个人都可以去自由的 去免费的接触到这个游戏 以及基本上就是你在不付费的情况下 就能够玩到这个游戏的一个全貌 那你觉得就是卡牌游戏不好 或者这个游戏做的不好呢 你就可以离开 那你觉得好的人自然就是会在这里留下来 那这些觉得好的人留下来的人 可能都是经过本身有一轮筛选在里面的 那留下来这些人呢 像我自己本身也是比较喜欢卡牌游戏的 因为我以前也玩炉石 或者玩游戏网比较多嘛 所以我自己是能够感受到 就是卡牌游戏的一个乐趣的 但是呢离开的人 我们觉得也没有关系 就是我们一直在聊 就是play tour 就是练游一直都讲play tour 但是我们在想说 如果之后你在play tour的时候 你二不到任何经济利益的时候 你还能二到什么东西呢 我觉得可能这个留下来这个东西 才是这个游戏 它可能除了就是给人带来经济利益之外 一层更高的一个价值 那在这个点上 我们觉得Speed Lens 它其实做的还挺好的 就是你让一个人去免费接受到一个恋友 即使你以后没有二到任何的经济利益 或者是说你来玩了一圈 觉得不好玩你走了 但是呢你其实也能够 免费的去二到另外一个东西 也就是你对一个区块链游戏的一个理解 这是可能很多其他的区块链游戏所做不到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 其实我们还是认为Speed Lens 在这点上做的挺好的一个游戏 当然它未来价值什么情况 我们现在只能说说 在它的一个用户量 以及它的一个收入上 现在是还呈现出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基本面的一个情况 但是呢它未来像卡牌游戏能够走多远 以及它相对于阿蟹有没有可能有一轮爆发 这个我们不太能去跟大家做一个比较准确性的一个预估 我们只能说是基本面还不错 然后游戏好不好玩 以及卡牌游戏你认为它未来有没有价值 可能就交给你自己去判断了 不管你觉得这个游戏是好或者不好 欢迎你在我们的留言区跟大家一起做讨论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如果你觉得我们分享的内容有价值有意义 对你来讲有帮助的话 欢迎你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当然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去了解的项目 也欢迎你在屏幕下方的留言区跟我们留言 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